前往现场来关注印度公布最新的研究指出 打过一剂疫苗染疫存活率超过96% 更多内容把时间交给欣宜 好了关于疫情疫苗的部分呢 现在美国总统拜登很商壤金 因为他为了拉动美国新冠疫苗接种率 他今天针对全美工作的人 祭出更严格的疫苗规定 拜登表示将要求所有联邦政府员工都接种疫苗 另外劳工部也将发布规定 要求聘雇人数超过100人的企业 必须让员工接种疫苗 或者是每个星期进行筛检 而这些新规定将能涵盖大约 一亿名的美国劳工 相当于全美劳工总人数的三分之二 纽约时报报导 这项疫苗接种计划是拜登总统上任以来 针对疫情所做的最昂贵的措施 也将影响几乎整个美国社会 而同时这个也显示出 拜登对于现在没有接种疫苗 大约8000万名的美国人 感到相当挫折 怎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拜登在白宫宣布疫苗计划的时候 他说已经很有耐心了 但是耐心也快磨光了 拜登还喊话 说你们呢 就是指美国人不配合打疫苗 让全美国都付出代价 拜登已经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 要求联邦政府所有人打疫苗 同时白宫也将要超过这个位1700万名的医护人员说必须要来接种疫苗 而除了对疫苗接种定出新规范之外 拜登也表示将对拒绝戴口罩的搭击乘客要处以双倍的罚款 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说 调查追踪了4月到5月之间 印度第二波疫情期间 疫苗对于印度民众的保护力 而从4月到8月整个整合的数据显示 打过一剂新冠疫苗的染疫存活率呢 达到96.6% 那么打过两剂的人 这个比率呢更可以提高到97.5% 数据显示疫苗的保护力 对于18岁以上的各个年龄层都是有效的 但是注射疫苗之后的再感染率 以及突破性感染率都还在研究当中 研究人员说 先针对疫苗以及死亡率进行研究 因为这个部分呢 是大部分人都所关心的 疫苗肯定是可以避免重症以及死亡 今年第13号台风抗产虽然没有影响台湾 但是却在菲律宾带来强风豪雨 五度登陆菲律宾中部岛屿 已经造成至少一万两千人受灾 另外还有12人下落不明 虽然康森的结构受到菲律宾地形的破坏 威力减弱成热带低压 但是侠带每小时120公里持续风速 以及每小时高达150公里的阵风 登陆之后就造成菲律宾中部岛屿 沿海小镇 过去两天几乎很多个地方都是泡在水里 郊区水位到达成年人的腰部 而市区水患也淹到了半个轮胎高 来看到的是伊丽莎白霍姆斯 她曾经被美国富比市杂志 评选为全世界最年轻的白手起家女亿万富豪 在戏骨当中几乎是没有一个女性 像她一样成功 因为她长得比较甜美 被封为创业女神 而且穿着打扮据说和贾伯斯很类似 也被称作是女版贾伯斯 伊丽莎白霍姆斯创立了一间公司 叫做协议检测公司 她曾经被估计市值一度超过90亿美金 大约是2520亿台币 之后却被揭发根本是一场骗局 那么她也在2018年的时候被指控大规模欺诈 整个商业帝国因此倒闭 伊丽莎白霍姆斯她被控气账的案子 这两天正式开庭审理 而她面对的指控是涉嫌谎称 拥有革命性的血液检测技术 而且还欺骗病人 甚至政商界的大咖投资人都上当 她宣称透过指甲只要取几滴血 就可以进行所谓疾病筛查 还有全面性的健康检测 而她的故事事迹都被写成虚构的一本书 叫做坏血 据了解呢说 如果现在要定她的罪的话 检察官需要让陪审团相信 她是有意欺诈的 如果罪名成立的话 那么她将在狱中度过 接下来的20年 以上是全球现场为您掌握最新状况 她的优先质疯 但我先看她的区别随着 我同时不理解 那一个是 我认识的 如果事情 dale 찾아